吴建豪和新婚不久的妻子石正善自2014年年底在某社交网站交恶以来 关于两人婚姻亮红灯的新闻一直不绝于耳 近日更有知情人士爆料称 两人因为包括房事部协调在那等诸多因素协调无效 女方已经提出协议离婚 早前吴建豪参加某活动 媒体记者谈及婚姻亮红灯一事 他与一句私事不便回应便匆匆离去 在不死心的记者追问下 他装傻带过 好像对婚姻感情不想过多回应 喜欢吴建豪的粉丝纷纷跑到他微博下留言 又表示惊讶的 又表示惋惜的 大家一致的不希望两人离婚 近日吴建豪在微博晒出一张看不见脸的热文照 他写道 各位忙完了吗 不要再乱写了 谢谢 一次回应近日传得沸沸扬扬扬的离婚传闻 不久后 妻子石正善晒出和好友视频对话的截图 虽然并未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仔细看不难发现 吴建豪和他两人正躺在床上一起视频 种种迹象都直接或间接地证明 两人关系甜蜜 离婚一事 子虚乌有 夜市的新闻中心 上海报道